不好意思,刚刚调试花了点时间 我们现在开始吧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 诚信定义SourceMesh 然后怎么去利用EPPF 去优化Eastio M-Beam的架构和性能 这是我的一个自我介绍 我目前在阿里云从事容器网络相关的工作 之前有大量的时间是在做Eastio和英国相关的开发 对Eastio整个发展 包括线上的一些使用 有比较丰富的一些经验 大家可以有相关的问题可以直接咨询我 这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一个大概的一个目录 然后首先我们会讲一下 Eastio的整个发展的这个项目的一个发展历程 然后当下的话Eastio是着重会主推Eastio的M-Beam的模式 然后当Eastio M-Beam的模式的话 它会有一些局限性 这些局限性的话 我们怎么去优化它 然后最后的话 我们去对比一下Eastio的一些像Sidecar M-Beam的 然后以及我们优化的一个结果 然后做一个性能的一个对比 首先看到Eastio的这个发展的一个历程 Eastio项目的话是在2017年 然后发布了0.1的版本 然后目前的话是已经最新的版本 是上个星期Eastio刚刚发布了1.23的版本 然后这里面有两个比较大的一个分水岭 第一个是Eastio在1.5的版本里面 它把架构进行了一个成构 最开始的Eastio版本的话 它其实是一个 控制面的话是一个多组件的一个实现 在1.5版本里面把这个多个组件的统一 为一个组件叫Eastio-D 就简化了Eastio的一个架构 最开始的话Eastio的组件的话 它区分了一些像一些那个防控制 有些Stata-Dale 然后一些其他的一些各个模块 它是单独需要部署的 它会在部署上面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复杂度 所以后来在1.5它简化了这个 然后把相关的组件都合在一块 统一放到了Eastio-D这个模块里面 然后另外一个大的分水点是 最开始的模式都是Sidecar模式 然后在2022年的话 社区考虑到有一些L4的一些 单独的一些可能只需要L4的一些场景 然后它把那个Sidecar模式演进为了Mbin的模式 Mbin的模式 自从2022年到现在的话 大概接近两年的时间 目前的一个现状是1.2的版本里面 它那个社区官宣是一个beta的一个状态 当然它其实也还是会存在一些问题 这也是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探讨的 这个Mbin的具体有什么问题 以及怎么去优化它 首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Sidecar的这个模式 其实Sidecar模式大家应该很熟悉了 然后它的主逻辑就是在你的业务的容器化 部署在K-Buds群里后 然后它会在业务的Port里面 通过Webhook的注入的方式 然后往这个Port里面塞一个Sidecar的一个container 然后业务的这个容器 所有流量的出入都会经过Sidecar 然后Sidecar的容器的话 它会做到实现哪几块功能呢 就是像流量管理 然后可观测 以及安全防控制这一些功能 这是Sidecar带来的一些功能 然后在Sidecar这个模式下的话 它其实可以看到左边到右边 两个APP复防的话 其实它是经过两个代理 就是一进一出 然后所以在Sidecar模式下 它其实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概念 是叫Inbound和Oldbound Inbound和Oldbound的话 其实它刚前面讲到像流量管理 然后防控制这些功能 其实它不同的功能 在不同的那个 有可能它是在Oldbound的 也就是在左边出这一侧来实现的 但是像有一些功能 它可能是在Inbound的这一侧实现的 这会带来什么问题呢 然后Sidecar的话 刚刚看到的就是 首先每一个业务的Port 它都需要在Port里面 有一个Sidecar的容器 那也就是说 这个Sidecar容器 它本身也是一个进程 它其实是会处理流量的时候 它会有CPU的开销 有内存的开销 这里很大一个点就会带来一个 就是天然的一个 你的成本的一个上升 就是你的资源的成本的上升 当然因为Sidecar 它本身性能其实是很强的 但是在有一些这种 可能它只需要一些L4的一些流量的一些处理能力 它也不得不去注入一个Sidecar 这个Sidecar虽然它平时流量比较小 但是它天然还是会占用一些资源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在这个流量路径里面 它其实两个APP之间 互相流量调用的话 它其实它会涉及到这个Inbound和Oldbound 然后链路上面其实天然的话 是多了两个代理 这两个代理 平时我们在日常的这个流量的一些配置过程中 可能有一些配置它不符合预期 这些不符合预期的话 我们要去做一些运维的一些诊断 它这个会引入的一个复杂度 假设我比如说我那个 中间只有一层代理的话 那其实我只需要去关注 这一层代理上面的配置 它是不是符合预期的 但是它如果有两个Sidecar之后的话 你可能两边都要看 因为你不知道这个功能 它是落在Inbound还是落在Oldbound了 而且它本身这个Inbound和Oldbound之间的通讯 它本身也是有一些复杂度在里面的 特别是像MTLS的安全的一个加密的引入的话 会让这个问题也变得更复杂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因为本身 从架构上可以看到 本身一层代理可以解决的事情 它有两层代理 那它的性能其实会有一些开销 也就是会引入一个性能的一个 当然性能本身也是和成本上面是挂钩的 如果你在一个规模比较大的一个QPS的 一个调控的引入上面来说的话 你会无形增加你的那个资源的成本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前面那个架构的话 其实Sidecar本质上的话 或者说代理这个架构的话 它其实我们说那个万变不离其中 然后在这个模式下面的话 其实它无非边来边去的话 就这么几种模式 其实在实际的这些企业 落地ServiceMesh这个架构里面 它这些模式的话 也是基本上都是这几种形态 首先看到Sidecar的话 它就是和APP布置在同一个Port里面 当然你可以天然地想到 说我能不能把这个Sidecar把它裸出来 然后把它放到Rod上面 也就是比如说用Deemset的方式 去部署这个代理 这也是一种方式 那这个方式的话 其实在最初的Extio 在做架构选行的时候 它是有比较过这两种模式 就是分别是叫Port Port和Port Port 这两种模式的话 当时为什么选择Sidecar模式呢 它考虑的更多的是那个影响面 就是所谓的爆炸半径 就是当你的那个代理的 出现故障的情况下 它会影响那个这个节点上 所有的这个业务的Port 所有的业务的这个流量都会 这个节点上所有的业务的流量都会受影响 另外一个就是还有就是安全的这个 安全这一块 但是今天为什么又 它又会提出来说 采用另外一种方式呢 就是N-bin的模式 N-bin的模式的话 其实对应的是这个 第四种 就叫U-Motor Proxy 它不是一个 它核心就是把它的那个L7的这个模式 它采用的是一种 Deployment的方式 它是多副本的 然后它可以弹性扩缩容 它可以布在任何节点上 它区别于Rod Proxy的区别 就是它可以是一个高可用的 然后你可以针对任何一个应用 去配一个远程的一个代理 刚刚讲到N-bin的 其实就是第四种模式 也就是它把那个sidecar模式 然后抽离出来 然后把那个L7的这个代理 它变成了一个Waypoint Waypoint的话 它是有一个可部署的一个维度 就是它可以针对多个服务 采用同一个Waypoint 也可以针对单独的某一个特定的服务 部署一个Waypoint 就是它的力度是可粗可细的 对在这个图里面可以看到 就是流量路径的话 是ABC它分别都部署了一个Waypoint 然后因为在sidecar模式的话 其实因为Way它是同时处理那个L4和L7 在N-bin的模式下的话 它会把L4单独用一个叫returnal的一个组件 returnal的组件 它是一个port的模式 它是一个deep set 然后部署在节点上 每一个port上 部署在每一个节点上 然后这个的话 其实它有它背后的一个考虑 就是这个架构的话 我理解它 第一个其实就是因为有一些业务的场景 它其实是不需要用到这个L7的 也就是不需要用到这个Waypoint 在这些不需要用到L7的这些场景下的话 其实它核心它关注的重点是什么呢 它关注的重点是我端到端 两个服务之间的通信 我怎么去做那个安全的加密 这一块其实在N-bin的模式下 它单独实现了一个叫H-Bone的一个协议 加密和那个防控制这一块 在某些场景下被称为零信任 它其实核心是说 在有些业务场景下 它的零信任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一个业务的一个需求 如果只有零信任的这些需求的话 其实如果我采用sidecar模式去部署的话 它其实本身是一个偏重的 就是每一个破的每一个业务的破的去采用一个sidecar 它会天然增加我的开销 然后从这一个角度 在看这个架构的话 对比sidecar来说的话 因为那个L4的话 它也还是两条 但是在L7的话 它其实因为这tunnel它的性能 它的处理的那个是L4的性能 它对比那个sidecar的那个 它只有一个L7的一个转发 所以它的性能相对于sidecar的话 从架构上来看的话 感觉是会RT会缩短一些 最后的话我们会有一个对比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sidecar NB的模式的这个 它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功能的一个阀分 首先L4的话 在最下面这一块可以看到 它其实核心做的事情是什么 它也是流量管理 但它的这个流量管理 它其实只做比较简单的一个L4的一个负载均衡 然后还有一些安全的防控制这一块 当然也有L4的一些可观测 L7的话 其实和sidecar的一些功能 其实都是比较重叠的 还是流量管理 比较突出的是流量管理的 采用这种分层的架构的好处 就是前面讲到的 就是我面对不同的一些业务的需求 如果我只需要L4的话 我是不需要在我的环境里面 去针对这个服务 去创建一个win point 那就是它的资源就会 缩小到节点级别 从sidecar力度变到节点级别 这样的话 其实在资源的角度来说 它是有节省的 另外一个 其实它的路径相对来说 只有L4 它只有领信任这个需求的话 它的那个牌诈的复杂度 它其实会降低 为什么会降低呢 其实回过头来 我们看一下这个sidecar的这个模式 sidecar这个模式的话 它其实对于 这个图里面 其实只有两个应用 它如果有多个应用的话 比如说 我的服务A要调用服务B 也要调用服务C 我要去做一个 链路的一个诊断的话 比如说我现在 我A调B发现了问题 那其实我要去看 服务A左边这个sidecar的一个 配置 是不是符合我的预期 但是在sidecar 在服务A的这个sidecar里面 它其实是有所有服务的 对端的一些配置的信息 也就是说 它这个配置其实是比较复杂的 然后这个复杂度 它是 如果你的 随着你的服务规模扩大的话 你要关注的 可能排查了 只是一个目标的 一个特定的服务 但是你看到的所有的配置 它其实是整个 集群里面所有服务的配置 当然这个社区其实有一些 那个是阔谱 它可以去配置 这个服务的一个发现范围 然后可以让 通过一些配置 简化这个配置 但其实本质上 它还是会有一定的复杂度在里面 但随着这个架构的分离的话 其实如果是L4的话 ZTunnel的话 它也是有全量的配置 但是对于L7的话 它其实它只有 它自己的业务的 这个服务的配置 比如说WaypointA 它就只有A的这个配置 B的话只有B的配置 它就不在于 有所有的这个服务的配置 它对于7层的一个排查的话 它的那个复杂度是会降低的 当然这个其实只是一个对比 对比而言 然后 在看到这个N边的这个架构里面来看的话 其实它还会 我们可以看这个图 它有两个点型的一个流量路径 就是A到B的话 它是经过了那个 因为我针对服务B的话 它是配了一个L7的一个Waypoint 那它会经过ZTunnel 同时也会经过服务B的Waypoint的Proxy 但C到D这个路径的访问的话 因为它只关注4层 所以它是没有Waypoint的 然后再看到N边的 它的L4的这个组件 这个ZTunnel ZTunnel的话 前面可以讲到了 就是说它的一些功能 然后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实现 ZTunnel的话 它是基于用Rust的语言 写的一个类似 用Way的一个代理 但它只关注于L4的一个转发 所以它会有一些 比较简化的一些配置 它的配置里面就包含 目标的一个工作负载服务信息 以及那个L4层面的一些防控制信息 当然也包含了一些 工作负载层面的一些 证书相关的信息 然后这里比较重要的一个是什么呢 在ZTunnel 也就是将Sataka L4 L7拆离的时候 它那个为了实现原有的L7的那个安全 它在L4上面 它实现了一个叫HBound的一个协议 HBound的协议的话 它本质上是一个基于ATPR的 目前的实现是一个基于ATPR的一个 ATP Connector 基于ATP Connector之后 它变成了一个TCP的一个连接 在TCP连接 然后基于ATPR做一个多路复用 然后HBound的话 它在这里面 它引入了那个MTOS 然后通过MTOS来实现这个流量的这个加密 以及对应的一个防控制 可以看到它的主要特点 其实就是L4的一个负载均衡 以及安全这一块 在L4负载均衡这一块的话 大家可能会联想到 其实在KBuds群里面 L4的话它本身是一个自带的一个能力 但是KBuds它本身并没有提供一个 L4级别的一个安全的一个 安全这一块的一个网络的一个实现 也就是加密合那个防控制 N边的话 随着架构的一些眼镜 然后N边的话 它本质上就是可以看到架构 它其实天然它会有一个特点 就是在L4负载均衡它是在节点上是采用一个破漏的方式部署 那破漏的方式部署有什么缺陷呢 就是首先它的HA 如果这个负载均衡在这个节点上的这个Proxy 它如果扣弹破了或者说它挂掉了 然后那它这个节点上的相关的POD的流量都会受影响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在实际性能测试过程中 发现HBound也就是N边的这个性能 它其实本质上并没有达到一个预期 然后这个预期的一个背后 它其实是和这个Returner的这个实现有关系 Returner它是一个应用态的一个进程 它在转发然后在连接池的一些处理上面 它本质上是基于它的落地的实现 它会有一些性能问题 这些性能问题也会导致 因为前面在架构设计的时候 它可能趋向的是说 我的链路其实本质上是缩短了 那我的性能应该是提升了 对比Sataka应该是提升了才对 但实际Returner的一个落地 它因为Returner它本质上是要维护这个连接 和那个上下游的连接 它在连接池的这个设计的话 它有一些已知的一些问题 导致它实际的落地的性能 其实是可能在某些场景下 它比Sataka的性能还要弱化一些 然后另外一块的话就是 The Tunnel它里面 刚刚说为了实现那个 您信任实现那个安全加密和那个防控制 它引入了H-Bone H-Bone的协议本身上 它其实会有一定的复杂度 然后这个复杂度它会导致L7的那个复杂度变得更高 然后在L7的一个排占过程中 会导致你的invoid的这个问题的 可能有些问题里很难解决 另外一块其实核心还是这个N-bin的这个升级 就是因为版本社区版本在不断地向前迭代 然后这个版本升级的话 可以看到社区目前的一个现状 就是社区目前采用Helm的方式去做一个N-bin的版本的一个升级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横框 宽出来这样一个描述是说 我在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升级数据面的时候 它其实会争断这个节点上的所有流量 这个其实在可能在某些业务场上它是能被接受的 但是在我们的生产环境 特别是一些比较重要的业务的话 它其实是比较致命的 怎么去优化它呢 其实这里的优化的话有几种手段 然后今天我要讲的其实是EBPF 然后这两个方案的话 其实是额外的可能可以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的 另外的两个不同的一个思路的一个方案 可以看到第一个方案的话 其实可以看到Retuno的话 其实它在Clend和Server之间都会经过Retuno 就两个节点 然后它本质上Clend和就是上下游和Retuno之间 它会建立一个TCP的一个连接 但这个TCP连接也就是说 如果这个Retuno这个进程我close了 我做一个滚动更新的话 那这个连接肯定是会断开的 那这个连接断开的话 其实对业务来说它是感知的 那如果业务它感知到这个连接断开的话 那它我们知道TCP流量 它不同于ATP流量 TCP的一个包的一个边界 就是业务逻辑的一个边界的话 在TCP层面它就是很难区别的 也就是说你不知道 比如说你发起一个ATP的一个请求 在TCP close这个时间点 在Tunnel的这个代码逻辑 它是没办法去判断我这个ATP请求 它是一个完成了一个状态 还是正在传输的一个状态 因为在TCP这个层面 它是感知不到ATP层面的一些业务的一个 包的一个边界的 这样的话其实也就是说 意味着你在Cline那里发起一个ATP请求 那随着这个TCP连接 你在做滚轮升级的时候 它会被close掉的话 那它这个请求就会被丢掉 或者说它就是一个不符合预期的一个状态 那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呢 有一种思路就是说 我能不能把这个TCP的一个连接 变成一个看起来是一个UDP的连接 同时兼顾UDP和TCP的一个功能 这里的话可以引入一个 在Linux的网络协议协议协议协里面 有一个Tunnel的一个设备 它本身的话是可以把这个协议做一个转换的 就是可以看到这个图里面 Clend在这个Port里面发出来的时候 经过Tunnel的这样的一个设备转换的话 它可以把这个TCP连接 就是TCP的报纹 变成一个UDP的报纹 去传输给Returno 那对于Returno来说 它其实它的一个监听是一个UDP的监听 那它这个进程 如果在做滚动升级的时候 它其实它就没有 因为TCP连接是有状态的嘛 那它就不会有TCP连接被close这一说 那这样的话 虽然Returno进程在滚动的更新过程中 它进行了一个重启 UDP包被丢掉了 但是对于发出的这个Clend这一侧来说的话 因为它是一个TCP的一个传输 它会因为没有收到这个包的一个IC包 所以它会 基于TCP的一个承传的一个实现 它会把这个包进行承传 这样的话其实也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请求上面的一个 相对比较优雅的一个无损的一个切换 第二个方案的话 其实是一个比较典型的 就是我既然我的Returno在滚动更新过程中 我不能直接替换Returno进程 那我能不能再保留原有的Returno进程再兴起一个呢 也就是说我的Returno的这个POD 我老的先让它保留着 然后我再兴起一个 这个其实有点类似于像蓝绿发布一样的 在老的这个Returno进程上 我去等待这个原有的这个TCP连接 它做一个自然的一个老化 也就是等待所有的连接 它在发起这一 在Clend发起这一侧 去做一个Close 然后才连接才会释放掉 然后最终才会把这个Returno这个POD释放掉 但这个过程 这个方案其实也是社区 它在我们在社区 就是跟Meturno去做一些 就是沟通的时候 他们也提到可能目前的话 是采用这种方案去实现 最终的话 还是要看社区最终的一个落地 当然这个方案 其实有它的一个辅导度在里面 就是第一个就是你的Returno的那个 它在升级的过程中 它会有两个Returno的版本 然后这两个Returno的版本 对流量进行管理的时候 它也会需要做一些Clend的测 需要做一些适配的一些工作 比如说我的新件连接 我就会导到这个新的版本 我只有存量连接 然后留在老的版本上面 今天我们要讲的其实是另外一个 就是基于EPPF的一个实现的一个方式 前面讲到像Returno 它面临这个问题 在结合Returno本身的一个功能 Returno它的一个负转均衡的一个能力 它的一个安全和一个防控制能力 我们都可以采用EPPF 结合像IPStick这样的一个加密技术来实现 首先那个Returno它的那个负转均衡能力 其实本质上它也是一个 就是它没有一些特殊的一些负转均衡算法 它本是目前的Returno一个实现的话 还是基于传统的一些负转均衡算法 这些负转均衡算法在EPPF 用EPPF这种可替代的方式实现的话 其实是比较简单的 然后另外一块就是HBone的这个协议的话 我们可以采用这个基于节点内核的 也就是在节点的内核的IP-Sick这个模块里面去实现它 IP-Sick的这个模块的话 它本质上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实现呢 它是一个节点级别的一个安全隧道 它和那个Returno它要实现的这个目标的话 它其实是类似的 就是在加密这一块是一样的 然后它的一个密钥的话 它是可以每一个节点配置一个密钥 密钥的话对应的是在我们在MTOS这一侧的一个证书 对比而言的话 就是它比MTOS比较弱化的一个功能 就是可能像TOS这一块 它在安全的这个可信度 或者说它的加密级别可能会更高一些 包括它的一个密钥的一个能转 也就是TOS证书的一个能转 这一块相对来说可能 IP-Sick的话相对来会弱化一些 但如果你的需求的话 其实你对你的安全级别不是 那么若是那么苛刻的话 其实它这个方案也是可以来做一个替态的一个选行的 这个是Mbin的一个优化的就采用EBPF结合IP-Sick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架构图 可以看到这个架构图的话 它引用了一个除了把Returnal这个模块下层到内核的EBPF和IP-Sick模块之外 它还引入了一个叫Unbin的Edging的这个模块 Unbin的Edging的这个模块的话 它主要做哪些工作呢 就是它在每个节点上 它其实有点像 它是一个控制面的一个实现 就是我们说Returnal Returnal其实它本质上是一个数据面的一个代理 然后Unbin的Edging的它的部署形态跟Returnal一样 但它是一个控制面 它会去决策这个节点 我要不要开启这个功能 要不要流量 对应的这个流量转发的时候 我要不要加密 然后它会去基于这些配置 它的配置从哪儿来了 它的配置是通过XDS协议 乘以16D来进行的一个同步 然后另外一个Unbin的Edging 它也实现了一个除了EBPF 然后安全加密 基于IP-Sick的安全加密之外 它也实现了那个 Authoration的Policy这样的一个语义 然后它会去把原有的 这个Isio的这个 Authoration Policy的这些功能 做一个迁移 这个功能迁移到Unbin的Edging的 这个模块里面来 然后流量路径的话 其实可以看到 对于两个不同节点的 这个流量的一个通讯来说的话 可以看到对于L4来说的话 它其实可以看不到 这个对业务来说的话 它不感知L4的这个安全 和那个负载均衡 它本质上是底层的 这个节点级别的内核 帮你实现的这个负载均衡和那个安全加密 这里有点像 其实在传统的 在KBUS集群里面 我们说那个CoreProsy来做 那个L4的一个负载均衡 然后对比来说的话 其实像Cinema的话 也提出了说 可以用EBPF来做 就是来替代CoreProsy 但CoreProsy本质上 它也是一个控制面的实现 它核心的那个数据面转发 也是基于内核的IPOS和IPTables 然后其实这里和它的那个架构 有那个类似的类似之处 在那个架构的基础上 做了一些额外的一些 就是IPStake和那个 防控制这一块的一个实现 如果你完全没有这个安全和 L4的防控制 其实这一块的话 是可以就是直接 直接采用原生的一种方式 也是可以的 就是采用KBUS自带的L4 然后你只需要把 保证你的流量怎么去导入到 你的Winpoint就可以了 然后这里的话 在L4的这个负载均衡的话 它是会感知对端的那个服务 它有没有Winpoint的这个路径 所以它会把 如果一个服务 像这个图里面 Sleep访问那个Tistap Echo的话 它是走纯L4的一个路径 也就是两边走各自的 那个节点的一个加密 然后左边是加密 然后流量加密传输到右边之后的话 右边的话它会解密 然后再以明文的方式 发给那个Tistap Echo 这是L4的一个路径 另外的话 就是节点的这个 Winpoint Edge呢 它会赶着对端的那个 业务服务有没有开启L7 也就是有没有部署Winpoint的 如果有部署Winpoint的 它走的就是Sleep到HPbin的这条路径 然后在HPbin的话 其实它会经过Winpoint的 然后原有的L7的能力 会保留下来 然后这里核心要讲的 就是L4的这个替代 它是怎么具体的一个细节 是什么样子 首先第一个就是 在基于EPF加那个AppSec 然后它的这个方案里面 它的这个防控制是怎么实现的 防控制 比如说我们像那个黑白名单 然后或者说一些 产见的一些功能的一些 那个里面 我们需要考虑的就是 我的TCP连接能不能建立成功 在这个路径下面 可以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的实现的话 其实它是 把那个TCP的第一个 Sync包 然后它做了一个拦截 然后通过IPTables 拦截到了Nband Nband的话 它会往这个包里面 加一些额外的一些 配漏的信息 然后配漏的信息 它会基于网络 基于节点网络 它会传输到对端 然后对端的话 它会基于配置来 来去做一个 ACL Policy的一个 一个 一个健全的 和一个防控控制的一个策略 它会去判断这个Sync包 我要不要给它 接收还是丢掉 如果这个包 Sync包丢掉的话 就意味着这个TCP的连接 是永远都不会建立成功的 如果它那个接收的 就意味着TCP连接 就会建立成功 它是在这个逻辑上 来实现这样的一个 TCP层面的一个防控制 然后接下来的 那个 第一个Sync包之外的 额外的 其他的报纹的处理路径 它都会经过 IbSync模块 然后IbSync模块 它会对它进行加密 然后 加密之后的话 在对端进行解密 这样的话实现一个流量的 一个加密的一个路径 这一块其实 在社区 在Cinema 其实也有类似的一个实现 然后 当然落地会有一些区别 就是 区别在于 这个NB的Agent 可能会有些不一样 它可能是会 单独把它放在 Cinema CNI的 那个模块里面 这里本质上其实是说 这个基于 IbSync这个安全 加密和防控制的这个实现 它是一个简化版的 一个MTOS实现 它在某种程度上 也是能满足安全的一个需求 另外一块 其实是一些适配的工作 就是 相当于是 我们采用了EBPF 加IbSync的一个 内核的模块去替代了 Tunnel的这个 应户态的一个进程 然后 另外一块就是 我怎么去 适配我的L7 L7的话 它其实在E4代码里面 我们需要去 给它加一个 这样的一个MTOS Lite的 一个支持 我们需要在 E4 API上面 去做一些对应的 一个适配 然后引入这个MTOS Lite 接下来的话 有一个 性能的一个对比 然后这个性能的对比的话 大概介绍一下 就是 首先我们的测试环境 是有三个节点的 一个KBUS 主层 然后分别 每个节点都是一个 8核32G的一个 一个机器 然后 节点网络采用 节点是布在阿里云上 然后采用的 特位的这样的一个 CNi的一个插件 这个是每台机器的一个 一个大概的一个信息 CPU和内存 以及它的一个OS的版本 OS版本的话 采用的是 阿里云 Cloud Ninux的 3的一个版本 也就是基于 CentroOS的一个 一个版本 内核的话 是5.5.10的版本 这个是 相关的一个 组件的一个描述 当时在这个性能 对比测试的时候 Esteo的版本是 当时还是1.20 可能在现有的 这个1.22的基础上去做 会稍微有点不一样 测试的一个 比较的一个分组的话 首先是 SETCAR模式 然后再是 那个WAMP 再是TUNN 也就是NB的这个模式 NB的模式的话 分为了L4和L7 然后对应的 我们也增加了一组 EBPF的这个替代的方案 的一个对比测试 可以看到 这个性能的 对比测试的一个结果 然后再 这是一个QPS的一个 也就是 这个图形 那个柱子越高 它的性能越好 可以看到 左边最 最开始的这个 蓝色的话 其实是没有任何的 一个MESH的 一个SETCAR的 一个代理 然后它的是 19万的一个QPS 然后基于 我们的那个 EBPF的实现的话 它可以达到11万 L7的话 可以达到4万 8 9万的样子 然后对比来 对比NB的模式的话 性能的话是有 L4的话 是130%的一个提升 L7的话 是230% 然后另外一块 就是RT这一块 RT的话是 分别是 也是对比的L4和L7 L4的话是 和L7分别 也是接近于 50%到60%的一个RT的 一个 一个缩效 今天我大概分享的内容 就是这些 然后看大家有没有相关的问题 你好 我是一个简单的使用者 我们 我猜想问一个问题 就是在我们用 Turnway这个网络架构的时候 它底层用了C6对吧 对 而且在Turnway他自己也有很多的这种网络实验方式 那在这个实验方式 以及我们在上层去做这个E-Steel这个部署的时候 他们都用到了 在EBPF这个方面 他们是不是会有一些层级的不分明 或者有一些冲突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对 就是这里其实是需要考虑的一个点 就是如果利用 公耀云的话 你用公耀云的产商 你其实对公耀云的厂商的这些细节 是需要有些了解的 像我的话就是 因为我这个实现其实是 对Turnway它是有一个适配的 比如说Turnway 您刚刚提到了 就是它不同的那个CNi的 这个具体的参数的配置 可能会有些气味的差异 比如说Turnway它有一个IP-Wayline 有一个IP-Wayline加EBPF的 这样的一个参数的配置 如果我用这个模式的话 EBPF它会不会兼容 其实在这里的话 你却需要去梳理 这个整个的这个 就原有的网络路径是什么样子 然后我们在做这个优化方案的时候 它最终的一个网络路径是什么样子 两个网络路径的 比如说你的EBPF的 你的挂载点和原有的 那个Turnway的它的那个挂载点 会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程度 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 我们在做那个服务之间访问的时候 可能它那个通过服务名 或者是通过classIP访问 你的classIP有可能 它会提前会被翻译为 那个对端的一个portIP 那对你的这个实线里面 如果你拿到了portIP 你能不能兼容 或者说你是不是可以把你的实线 放在它的那个EBPF的翻译的之前 简单说 其实社区在原有的那个 NB的这个模式的这个网络的 那个拦截里面 它一开始它其实是面临这个问题 我今天没有讲 因为之前是 它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它之前它基于IPTables 和那个一些 那个路由的一些策略的一些实现的话 它会有一些CNI的一个兼容性 简单说就是说 在考虑这种流量的这个拦截的模式下面 它确实或者说这种 代理的这个模型上面 你会需要去考虑这个 你的底层的这个CNI的一个实现 需要去有一些分析 确实是 那我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 还是跟上一个问题有点关系 就是在我们这个底层的实现 CNI的实现方面 以及我们在上层的 交为上层的这个应用上面 它们之间目前在不同社区之间 有达成一个共识吗 就是因为我们可能会面临一种 多云的迁移啊 或者这样 它这个可能会带来云之间的差异 就造成我们没有办法去做一些混合的部署 会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这种问题会存在 就是比如说我们在用社区版的E4的时候 它最开始的话 其实它最 NB的模式最开始 它只支持那个 就是典型的那个Cannet的那种 就是基于VTH的这种CNI的最简单的一个实现 像那个Cannical它是不支持的 那这种方式的话 常规的话 就是会有人向社区提出这个问题 到底是哪边去修改的话 其实也会去 比如说有可能 当然常规来说的话 都是E4社区它要去做四配嘛 最终的话 其实E4社区它是采用了一个import的 一个edirect的方式去解决了这个问题 其实日常的话 就是刚才说这两层网络 也是我们有时候在另外一个维度去考虑说 比如说像L4是不是应该把它下层 可能就直接交给那个 可能你有两个网络团队 比如说你的那个容器网络 它是一个团队对吧 然后我的那个mash 或者说我的那个E4它是一个团队 那这两个团队 它可能它那个考虑的点不一样的话 它是会产生尘土 那在我们的角度来看的话 就是其实把L4下层到容器网络这一层 它能避免这种程度 因为它是相当于 类聚了嘛 就是本身它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对 好 谢谢 你好 我想请问一个问题 就是在它呢 它其实加密的时候当天是基于那个身份认证来进行加密的嘛 就是同一个port之间它所有的业务都走同一条那个就是连接复用嘛 对吧 对 那我们当天的这个方案 IPsec我之前理解的它应该是基于就是同一条网卡之间 就是同一个node之间 它是怎么去实现它的那个身份 就当天有实现基于身份的这个验证能力吗 IPsec它那个它没有身份啊 就是就是简单说就是它没有TOS这样的一个实现 然后它的一个加密的话 它的密要是节点级别的 就是相当于是我节点与节点之间通讯的话 我其实是我要知道对端的那个公钥 然后我那个两边要采用同样的一个公钥去做一个加密 那后续后续有有支持就是像类似于这种身份加密的这种模式吗 这里其实还是你的有你的那个业务的需求场景决定的 就是如果你对身份就是如果你只有加密的需求 那其实我我个人认为是IPsec它是足够了的 然后身份的话它有多种方式可以实现 就是比如说我想知道我是一个服务端对吧 我想知道防我的是谁 其实我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实现 比如说我拿那个访问者的来源IP 我去查一下 我其实也知道它的身份 其实核心在于你的加密和你的身份这一块 或者说你的身份是不是一个 被认为一个可信的一个身份 就是联系人里面其实可能更多的提的是这一点嘛 就是任何可信 它其实都要基于加密的这种方式去 好谢谢 看大家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没有其他问题 OK 你好是这样的那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讲的这一套方案 你现在有在阿里云就工友云上有大规模运用吗 工友云的话其实它有它的一些客户的一些应用产品的一些特点 然后目前的话我工友云的那个还没有用这一块 一方面是因为这一块这套方案的话 其实它的成熟度还有一些欠缺 就是所以今天有一些细节其实没有特别的披露 另外一块的话就是 我们也需要去考虑就是商业化的产品这一块 怎么去完全的去向前的去演进吗 就是如果你和社区的一个主路径 也就是和upstream上游的话 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实现的话 你的维护的这个成本的上面会有一些需要考虑的 了解 就因为这里面刚刚听上去像一个更多是一个探索性的环节 它是有落地 然后呢有在简单的这个内部的这个环境里面有跑 然后本质上就是可以是一个阿拉伯状态吧 就是可以理解为是一个 那我问一个就就问一个问题 就是一个技术问题 然后再就是你刚刚讲的环节 就是有访问控制当中有那个拦截那个信的包 然后这IPTV是一个转发对吧 对 实际上对于线上比如有可能比如说医院行业比较多 比如可能有金融行业来说 比如说单机128核机器 我布这种POD可能布大几十个 然后每一个POD之间就点对点 就跨前年访问之间的练度很复杂 对 那这种IPTable这种性能你们怎么考量 因为它可能比如说你在启用过程中 NF Contract就被打开 这种练度追踪表的问题对吧 这种性能路由开销 你们怎么去做优化的考量 IPTable是它本质上像这个环节的话 它不是所有流量都拦截 它只是拦截那个信包 就是这有合理的业务的特点有关系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长连接的话 它这个开销可以忽略的 其实是短连接的话 如果是一个就是跟你的规模 其实确实有关系 就是所以它不是一个 你说那个 有它会有一些优化的空间在里面 简单说就是 了解感谢 OK 如果没有其他问题 要不我们今天先这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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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